这是买回来的排骨切的一块一块的 现在把它洗一下 拿清水洗一下就可以了 这Market Basket的买回来这个排骨还是很干净 洗两遍就可以了 好 尽量把这水控干它 把它放另外一个碗里 这样就不会有很多水 这样就洗干净了 这是买回来的甜菜谱 现在给它洗一下 用清水给它洗一下 稍微洗一下就好了 它都很干净的 现在切一些姜和蒜 然后切成刀 切成刀 鸡肉 切成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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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炒火 倒入水 生抽 把肉切成 把它们尽量切碎一点 放到这个排骨里 然后把这个甜菜谱给它切一下 先把饼切一块 切一块 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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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这样子的一粒粒的就可以了 不用切得太碎 然后放在这个碗中备用 现在来给这个排骨调味 我这个是辣的麻油 不是很辣 有一点点辣 现在放半茶匙 的麻油 这个是生抽 放两茶匙的生抽 这是老抽 放一茶匙的老抽 还有一茶匙的沙茶酱 沙茶酱 然后给它们拌匀 放在这个想法 让它们把粒粒 放在这里 然后就让它们拌匀 来吧 水 放在这里 米 再放入一茶匙的玉米淀粉 还有一些这个是装的胡椒粉和冰箱 放一些进去 然后把它们搅拌一下 搅拌好最后现在放上甜菜谱 因为放了甜菜谱 它就会有点咸和甜的味道了 就不需要放盐和糖了 而且这个甜菜谱放进去 可以增加很多鲜味 我会把所有的食材明细 列一个表放到说明栏中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看 现在再把它们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蒸的时候呢会出很多蒸汽的水 会流到这个排骨中 所以呢现在呢给它盖上一个保鲜膜 防止这个蒸汽水流进去 然后用个牙签 给它上面扎一些孔 让它可以排气 这样就可以放到蒸锅去蒸 这样就可以放到蒸锅去蒸 蒸锅呢现在先用大火 把水煮开 煮开了以后放进去 现在蒸锅的水开了 把它放进去蒸 用中火蒸40到45分钟左右 现在40分钟到打开锅盖看一下 把这个保鲜膜挑开来 看一看里面怎么样 用筷子给它搅一下 感觉还没有很熟 它要是熟了呢 它这个骨头呢会吐出来的 所以这样子呢 还得再蒸10分钟 继续盖上锅盖 再蒸10分钟 又蒸了10分钟以后 香喷喷的 蒸排骨 就做好了 像这排骨 蒸成这样子了 就说明 蒸好了 它这个肉退下来了 骨头出来了 这样就说明蒸好了 我尝一块 真香 非常的好吃